CAM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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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今天直接開箱兩隻克維拉會做一些對比 一番賞劇場版歷史對手吸賞克維拉與金屬克維拉盲盒 上面就寫著有兩種內容物是其中一種並且你無法選擇 都是代理版我跟朋友開視訊兩抽抽到的 從側面圖案就看得出來高度好像有一些不同 轉過來沒寫什麼就告訴你MASTERLIST這個好系列 這兩隻是不同款式我三週前開過的 但現在不確定是哪一隻我覺得右手的比較輕來量一下 當初抽完再選的時候兩隻就有感覺重量差異 再加上兩個型態的價值行情是不一樣的 所以故意等差不多抽完了才上片我好壞 669.7公克記好喔 兩盒大約差了30公克 那來看一下本體有什麼差異 果然金屬色 袋子上有製造番號本體尾巴腳撐三個分袋 然後拿出原色 兩個內盒都有編號 也有印製景語跟編號 那就先把它們都拿出來 兩個腳撐形狀跟尺寸就可以直接看出不同 那就先來看一下腳底 除了腳趾結構明顯不同之外 就是腳跟的形狀了 一般形態的腳跟有凹進去 一般形態的鋼硬在腳跟正後方 金屬的在側面都在右腳 說真的這個面雕還原度真的很讚 塗裝品質也很好 當然沒有商測Extra那套離譜 那套連皮膚質感跟血管都做超好 先來賺個腳撐 就不懂為什麼二手市場一堆人喜歡 丟腳撐這麼重要的東西 兩腳撐這樣看更明顯 不通用喔各位 尾巴也不通用 裝上尾巴 兩個高度大概就27啦 金屬的可能就26.3 把個尾巴來看更清楚 那我覺得最主要的重要差異 就是在這個高度的材料吧 那我這邊開一下 先拉一條水平線 加粗一點 明顯高度差異 肩膀的高度差異 金屬克爾拉手伸比較直 所以拳頭就更低了 兩個尾巴形狀都是一樣的 但一般形態的尾巴有個比較明顯的分線 金屬質感就比較有地方可以長 整體就真的很帥 一個邪惡一個人褲 兩個都很像教練喜歡的強職裝甲 在頭部跟肩膀的模具分線 就是紫色的克維拉處理的比較好 雖然已經很不明顯了 幾乎是看不到 但一般射真的要很用力才看得到 比起克林普霧龜仙人 真的是掌聲鼓勵 來從側面欣賞到背面 肘關節跟腕關節都是機械 啟夢也是豐盛類的結構 原本的啟夢就紙皮膚 側腹的機械構造也是很還原 腳趾就非常的機械割擊 腳踝跟膝蓋也是環狀線 好啦那要看轉圈圈嗎 還是算了吧 這邊就示範一下我跟朋友的視訊代抽 第一張就選最上面那一個 第二張就左下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這個 左下這左下下面下面 好就這個 就他就他 反正一定中的啊 你們都看到實體了 看到這個日文就知道有了 兩抽一個C一個I 然後興奮就忘記刷二次中獎了 二次中獎真的很容易忘記拿 也很容易被電源丟掉 接下來回顧只有在劇場版出現過兩次 就搞了一堆型態的克威拉 這次真的做得很還原了 在龍珠英雄聽說他也變成黃金色了 但我就沒看了 真的很讓人絕望 複製超夢軍團 我哪來那麼多寶貝球 那今天的公仔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觀看886 2次 3次 1次 1次 2次 3次 2次 救命!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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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